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在严格遵守各国政府的防疫规定下 全世界天一国指导者和祝福家庭们齐聚一堂 在清新和平世界中心及线上远距离举行 以其手团入场揭开序幕的天一国助胜会 以世界本部长颖昊的开幕宣言宣布开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郑元周总裁秘书市长通过欢迎词 说明了当天助胜会的意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把那些年轻的意义 直到六个月大战争 通过新国的新共和党 促成的意义 在一起 参与的说法 与太母亲和六个月的 名誉 必须勝利 进行特别报告的 隐鹰浩部长 强调这次的住胜辉 是纪念天躁盛和九中年 纪念活动胜利 以及是新出发的决议与决断的场合 最近受到曾孟清的特命拜访柬埔寨 与洪森首相进行了成功的会谈报告 提出今后六个月间建立神统一韩国实际性机台的蓝图 上上你以为君下数日的 Chat人 слово龙静的立K人 作案提出新决但绝何称谷响后 所 elementary立ifa广议所集安 法竝有be绝立正启 中研平� cervical牡 Kinder 共云日和门贱典 shaped reunions 绝何已经立决了 我设议公园環境 百만999세 대회로 연결될 것이라 확신합니다 존경하는 우리 천국의 지도자 축복가정 여러분 제가 드리고 싶은 말씀은 딱 하나입니다 어머님께서 불가능한 것도 믿고 나아가면 이루어진다고 하셨습니다 저는 그걸 믿고 나아갑니다 나와 함께 하나 돼서 나아간다면 신통일 세계를 위한 신통일 한국이 반드시 이루어지고 반드시 안착되고 반드시 고핀다고 확신하신다라고 말씀하십니다 자서전 마지막 달락 기억나십니까? 그 옛날 조엄모 할머니와 우리 대모님께서는 태극기를 꺼냈다면 이제 나는 철국 깃발을 가슴에 품고 꺼낸 상태에서 한국뿐만 아니라 저희 세계가 하나님을 모시고 하나님을 하늘 부모님으로 모시고 찬 부모님을 모시고 하늘 부모님 아래 천주 대가족의 그 이상과 비전이 이루어지실 것이라 믿고 나는 나아가겠다라는 어머님의 그 간절한 염원을 우리가 가슴에 품고 나아간다면 2022년 신통일 한국 2027년 톤 신통일 세계가 저런 반드시 이루어질 것이라 믿습니다 조국이여 밝아오라 사생열단 전력두국 실천국에 여러분 동의하신다면 우리의 결의와 결단을 담아 참 어머님께 큰 감사와 성냥의 억수로를 주시면 좋겠습니다 저次天就圣和九周年纪念活动期间 전成参与向全世界世人展示 天一国辛勤文化艺术 小天赤的合唱 在引领活动大胜利方面 发挥了巨大作用 如微风般 抚慰心灵的音色 使人愉悦 祝圣会胜利的一天 전父母上台 接着是 天赤的成立 在真父母的指示下 编算的著作 天心天保修行论 也一併奉献上 珍宏盼望盟友设理的节食 幸运宝贵的祝福话语 全世界上这一日的支持者和祝福的祝福的祝福 幸运日的幸运日 幸运日 世界上的父母和祝福 祝福的父母和祝福 내일을 희망으로 바라볼 수 있는 환경권을 만들기까지 하늘의 수고는 이루 말할 수 없었습니다 하늘도 땅도 감동할 수밖에 없는 참 부모의 수고의 노정은 이제 아시아 태평양 문명권 시대를 출발하면서 세계 여러 나라들이 참 부모와 함께 진정한 평화세계로 갈 수 있는 길을 함께 찾아 나가고 있는 것입니다 이 나라가 하늘을 모시는 나라가 될 수 있도록 그 꼭지를 따는 데 있어서 여러분들이 남은 6개월 동안에 하늘을 믿고 독생여 참 어머니와 하나 되어서 책임을 하는 자리에 나가게 될 때 하늘은 우리와 함께 하시며 우리의 꿈이 하늘 부모님의 꿈이 이루어지는 그날이 됨을 명심하고 최선을 다해 주기를 부탁합니다 하늘 부모님의 꿈이 共享了希望的明天 天一国的未来世代 侍奉着真母心 一起唱运韩神统一韩国愿望的统一歌 决一韩半岛和平峰会 和百万救国救世大会胜利 以神韩国五位会长的一万岁 圆满结束了T国祝胜会 在科特迪瓦神宗祖弥赛亚活动成功后 来到各村中进行首次礼拜 以和平大使为首 总共八十人参与 向那个宗祖祝贺第一位二世的诞生 此外 还向准备开学的小朋友们 发放了大量的学习用品 村民们对科特迪瓦家庭联合会 和真父母表达了感谢之情 在贝南 以天保家庭为中心 有52人参与为期七天的圆礼研讨会 圆满结束 参加者们在天父母和胜利的 真父母的指导下主意 为创建神统一世界竭尽全力 孙韩国UPF在白凡金球纪念馆 邀请前奉恩寺主持 明镜法师 在遵守保持社交距离防疫规定下 通过YouTube直播举办了 第五届神韩国论坛 韩国UPF议长文言额介绍了 神韩国论坛的出发意义 并传达 希望通过今天的场合 我们的社会能够成为 更加公益交流的世界 明镜法师当天通过主题演讲强调 和平是再次回顾我的主张 打开希望之门 一同走向共存和统一 韩国UPF会长李献荣 在结束所有行程的同时 介绍了 真母亲对神统一韩国的和平愿景 并邀请共同参与天宗和平 联合会的统一运动 深韩国UPF 每月邀请大韩民国社会名师 进行的深韩国论坛 今后也将以 韩半岛的和平与统一 以及建立和平理想世界的各样主题 形成以天地人真父母 和平理想为基础的大社会共识 深韩国世界和平妇女会 在釜山广义市支部举行了 宁兰圈地区座谈会 现场和线上共有420名参加 此次座谈会以 女性创造和平的标语为中心 通过介绍正确的女性形象 和模范的和平活动事业 以及机制问答等 妇女会提出了 今后发展的方向 世界会长文勋署表示 一心只想前进的母亲之心情 怀着今后6个月 要改变韩国的想法 周梦兴现在也在奔跑 为了实现审同意韩国 年有待生 Global Women's Peace Network 指导者邀请研讨会 将在5个地区一次进行 在隆平度假村 以首尔仁川地区为中心 首次举行 本次研讨会 以Her Story女性的故事为主题 首尔仁川地区的14名外部团体 女性指导者出席 文勋署会长 在欢迎词和文化特奖中 介绍为南北统一和世界和平 而不辞辛劳的哲母亲 为神统一韩国的脚步 没有待生 是我们所有人的宿命之路 各部署在Her Story发表时 自然坦率真诚 与出席者形成认同感与连带感 休息时间不仅可以交换名片 还可以进一步宣传本人的活动 交流灵感 累积人脉的机会 通过与外部团体女性指导者们的合作 将成为更加致力于 神统一韩国的 深韩国妇女会 台湾UPF 以立法院红楼为主要活动场所 以东北亚情势发展与两岸关系的展望 经济片为主题 通过现场和线上约90人参加举行的 世界和平国会议员联合IAPP研讨会 和世界和平国会议员联合IAPP台湾分会筹备会 台湾UPF理事长唐彦博作为主办者支持说 举行世界和平国会议员联合IAPP台湾分会筹备会 在台湾设立据点的同时 将目光投向世界与国际社会相连 具有深远的意义 日本UPF议长维力正义强调 维护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 是当今世界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前副总统吕秀莲的主题演讲 和前美国众议院议员丹博顿发表演讲 整日本家庭联合会 台湾特别地区会长郑泰士并蒙致辞 参加者们决议寻找希望之光 为今后的发展齐心协力 公职者天一国语演讲全国大赛 在神日本家庭联合会本部教会礼拜堂举行 在全国教会进行的韩国语教室中 约有600人参加 通过预选的16名 分为圣言演讲和自我写作两个部分 展示了演讲 审查结果 盛演演讲部分由 教会长郁志聪获得 自我写作部分由 赖伟优子女士分别获得最优秀奖 本次演讲大赛为至今为止 被动学习的内容 通过演讲主动表现 确认评持学习成果的同时 提高韩国语能力而举行 今后 将使公职者先掌握韩国语 并向时口传达韩国语的优秀 成为韩国语传道师的努力 1800家庭 天保家庭 Suzuki Sinkiji先生的圣河事 Suzuki Sinkiji先生 在埃及担任协会长的23年的宣教生活 今年10月10日被登载为天保家庭 网年虽然患有胃脏癌 但直到病倒为止 他一直在礼拜讲道等热情活动 在住院期间 让医生也很吃惊的生命力 努力燃烧了生命 祝母亲称赞Suzuki先生的天保胜利 并赐予天保登载 祝福家庭 天一国百姓之完成 和辉豪来慰绕 遗嘱代表通过致辞表示 故人最后一句话是 感谢所有人 以及向天父母和真父母表示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